好 现在它启动以后,这个是进入的,这个是自动的 自动就能 这五个程序是 技艺功能 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网上大写来 编写这个 编号 这个是上渐的上升 速度 可以根据你们自己 要求来调试 或者是收渐的 速度 下降的速度 这里90这个地方 设定的是 你们网框的上渐起点 从网框最下面 到起点上渐起点设定 可以根据你们 自己的要求来设定的 网框大小 中间这个 是 刮胶的 总长度上渐的 总长度 到这个 60这里是收渐的长度 距离 这个 参数是 网框的正面 刮胶次数 这个是反面挂胶次数 这两个都是根据你们自己的工艺来调试 这自动界面设定完以后 设定 设定里面 下面这个是 进刀延时 一秒进刀延时 启动的时候进刀延时设定 这个是翻转 到家的 进刀以后在翻转的时候延时设定 这个事实是 徒步翻转以后 倒家以后 徒步延时 这个需要时间设定长一点 根据你们自己的 那个感光胶 吸头量多少的来设定速度 这个是 扇完胶以后 出刀的时候延时 这边 最下面这个是 正反面同时模式 这个是 后面 先后面 再前面 挂胶 这个是先前面 后 再后面 这三个模式设定完以后 直接按照自动 起 开始就可以自动了 再次 好好看